23题问的是月经周期 如果来以月经来的第一天来算 28天一个周期 有关于月经周期的变化何者正确 各位来啦 这一题可能是考月经周期的 约在第14天为 卵巢终于中的排卵期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这样讲 卵巢 我就把这个简图写在下面 卵巢 卵巢的下游就是子宫 卵巢周期一开始叫绿炮期 写个绿 接下来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叫排卵 写个排 然后后面呢 叫做黄体骑写个黄 所以前14天绿炮期 后14天黄体骑中间排卵叫排卵期 那子宫内膜呢 一开始 画一下 一开始叫行经期写个行 然后是真生期 然后真到很厚的叫分泌期写个分 好啦 那我们就看 这是第零天 这是第14天 然后28天结束 看一下 所以A是对的 第14天是卵巢的排卵期 那14到28天是子宫作用中的 谁呢 子宫内膜的分泌期吧 黄体骑是卵巢的不是子宫的 所以这里B不对了 如果是子宫内膜的话 应该是分泌期 如果是卵巢的话 才是黄体骑 C学校14到28天是卵巢中的黄体骑 所以刚好是两个写反 有发现 事实上这个B跟C就是两个写反了 黄体是卵巢的东西 分泌是指我的内膜厚到很厚有分泌物 那是子宫的部分 好 所以B、C写反了 约磁尺天使学艺中的磁性激素浓度最高 为什么不对 我这边讲的磁性激素是谁呢 是指动磁素跟黄体素 它核实浓度最高呢 是我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它在分泌期的时候浓度最高 因为你在黄体期 你这边分泌的动磁素黄体素高 使得我子宫内膜最厚啊 因为动磁素黄体素促进子宫内膜增厚 所以它的浓度最高的时候 是在子宫内膜最顶盛的时候 就是分泌期 所以我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箭头 就是黄体分泌动磁素跟黄体素 浓度最高的时候 而动磁素跟黄体素 就是女生的磁性激素 因为它是卵巢分泌的 磁性激素 所以这一株不是第14天 而是大约是22、23、24这个时候 那后来为什么变低了呢 因为准备要崩落了 知道吗 当它浓度降到膨胀程度的时候 就进入到下一个新机器 因为就整个崩落啦 激素浓度也下降 所以23体答案是A 其他都不对